我感覺它超級軟 有感覺它把它拿起來就變形了嗎 慢慢的拉長 而且它那個豆香的香氣會在最尾段的時候 串出來 我覺得算是蠻不錯的搭配 好好吃喔 我非常喜歡這個Porty 很Q彈蓬鬆的感覺 然後抹茶的味道呢很明顯 很完美的Porty耶 不行我們外面還有三個要開箱 如果你是超愛抹茶 吃這個就對了 就是為了抹茶而生的一個甜甜圈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喔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桌面上有非常多的甜甜圈 沒錯就是Mr.Donut 在這陣子呢所推出的一系列抹茶跟培茶的新品 其實呢它大概已經推出了兩個禮拜左右了 不過呢我今天才看到 但是又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抹茶的商品 覺得一定要開箱給大家看看 於是呢就藉著拍片的名義買了一系列商品 今天要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那其實呢它一共有八款 不過呢其中有一個我一直買不到 已經打了兩到三間的店面了 沒貨還是沒貨 所以呢我們今天只有買到七種的甜甜圈 不過也算是很多了啦 吃完這些呢我大概也是要胖個三公斤吧 第一個是雙層抹茶波提 第二個呢是深抹茶波提 這邊呢是培茶巧克力波提 再來呢是蜜糖抹茶波提 豆香抹茶深波提 雙層培茶歐飛香 還有抹茶培茶歐飛香 好多好難記 我很怕等一下完全吃不出它的差別 好啦那因為開箱的東西非常多 所以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試吃看看吧 首先呢我想要先吃在這七個裡面 看起來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個歐飛香 我是第一次在Mr.Donut裡面 吃到歐飛香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先吃這一次的重點抹茶好了 那它就是分成兩半 然後一半呢是撒粉末 然後另外一半呢就是一半的醬汁 我覺得應該會蠻不錯吃的 那我們就馬上來吃吃看吧 目前我們先吃到這個醬汁的部分 剛剛咬下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它還蠻甜的 抹茶的香味呢其實不是非常的突出 我覺得比較多的還是它本身蛋糕體 這個培茶的香氣 但老實說也不到非常的濃郁 另外吃到粉的這一邊呢 我自己認為是完全沒有感覺到 有抹茶的這個香氣出來的 但其實它的麵包體呢 甚至比較濕潤的那一種 整體來說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抹茶 還是糖粉跟麵包的味道 佔大多數的香氣 那再來呢我們來吃吃看 培茶的歐飛香 如果剛剛那個抹茶的氣味這麼不明顯的話 那培茶的麵包體再加上培茶醬 再加上培茶的粉 應該那個培茶的香味要非常的明顯吧 希望啦 嗯... 因為呢這個培茶醬是 培茶巧克力醬 所以吃下去之後呢 味道還是被這個巧克力醬給蓋過去了 會有一種巧克力 然後有一點帶真果的感覺 它會比較像是在吃巧克力蛋糕 吃粉的這邊呢就會有培茶香氣出來了 但也不到非常的濃郁 所以這一麵呢大概是 這兩個歐飛香裡面 它會最明顯的 我覺得不會難吃 但它其實就是像是在吃甜甜圈 它不會有一個特色出來的感覺 好那吃完歐飛香之後呢 我們就來吃吃看這一次我也蠻好奇的東西 就是生波提 我感覺它超級軟 有感覺到把它拿起來就變形了嗎 它會慢慢的拉長 慢慢的拉長 它比較沒有那麼定型 摸起來呢就是絲絲軟軟的感覺 那這個呢是豆香抹茶生波提 它的本身呢是抹茶波提 上面呢再鋪上一層Mr. Donut 很著名的這個豆香粉 嗯 還蠻不錯的 有點像在吃抹茶麻糬的感覺 有Q彈的感覺 但是是偏軟的 然後豆香的味道其實我覺得沒有很重 但是是一件好事 因為它畢竟這次就是想要主打抹茶嘛 那剛剛像前面兩個我就覺得很可惜 沒有吃到抹茶的那種香氣 這個的話呢抹茶味道就還蠻明顯的 它的本體應該是沒有加什麼糖的 它的豆粉呢是有甜的 所以你只會在外面的時候感覺到說 喔有一點甜甜的 你不會覺得說喔越嚼越甜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那個豆香的香氣 會在最尾段的時候 賺出來 你就會覺得我抹茶這樣吃著吃著 喔還多了一層豆香的味道 我覺得算是蠻不錯的搭配 那再來呢就要來吃吃看這個蜜糖抹茶波提 看起來呢是蠻甜的 因為它表面上這個糖粉的部分呢 是給的蠻多的 好好吃喔 我非常喜歡這個波提 就是很Q彈蓬鬆的感覺 然後抹茶的味道呢很明顯 但是它是抹茶的香氣 它雖然外面糖粉看起來很多 但實際上我們剛剛咬了一大口下去 因為這個糖粉融化嘛 所以你會在最一開始的時候感覺到說 喔有點甜 但是你在後來這樣咀嚼咀嚼的過程當中呢 就會只剩下抹茶的香氣 欸我很喜歡這個欸 仔細看的話呢 它在橫切面的地方 還是有鋪一層抹茶做的一個醬汁 就是大幅提升的這個波提抹茶香氣的一個重點 但是因為呢它只有塗了半層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太甜膩 欸完美的波提欸 不行我們外面還有三個要開箱不能再吃了 再來我們這個是深抹茶波提 這看起來很好吃欸 這個賣相超級好 它是在外面呢又加了一層抹茶粉 然後裡面呢還有用這個抹茶去做出一些紋路 這看起來好漂亮 如果你是超愛抹茶 吃這個就對了 你一咬下去 哇那個抹茶的味道直接串進你的嘴巴裡面 超級明顯 它不帶有抹茶粉的那個抹茶香氣 然後它中間這一層呢 也是厚厚的一層抹茶醬 然後在裡面連面包體都是抹茶 這就是為了抹茶而生的一個甜甜圈 超級棒 只不過呢有一個小小缺點就是 因為它中間厚塗了一層抹茶醬 算是比較偏甜的一個甜甜圈 如果你是喜歡吃抹茶的苦的 那可能跟你想像中的就有一點不一樣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大概可以跟前一個人並列的一 你口感上來說的話呢 這個口感會比較扎實綿密一點 然後這個會比較蓬鬆一點 好那吃完一些比較特別的新品之後呢 我們來吃吃看比較一般的 像這個呢就是雙層抹茶波提 還有抹茶波提 那我們先從抹茶開始吃 那這個應該就不用講它的外觀了 它就是標準的 Mr.Dona甜甜圈的樣子 只不過呢上面這一層是抹茶口味 這款波提呢我覺得不到經驗 它畢竟是經典款嘛 但是它抹茶香氣呢也比最一開始的兩款 還要再更濃厚一點 覺得有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就只有上面這一層抹茶醬 所以呢你會很明顯的吃得出來 欸這個抹茶醬就是好自過的 有一點點的化學感 但說它不好吃嗎 其實也不會 就是稍微偏甜了一點點啦 最後呢我們吃到 裴茶巧克力波提 我有點擔心它 因為前面的這個歐杯香呢 這一層應該是用同一個醬去做成的 我覺得可能會是像在吃巧克力波提的感覺 嗯!吃了兩口 真的像是在吃巧克力波提 我覺得是它這個醬汁的關係 那因為裴茶本身呢 味道肯定是蓋不過巧克力的 有點小可惜 我覺得給這個波提的總結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甜的巧克力波提 好啦!那我們這次的Mixer Donut開箱 就差不多這裡 剛剛有一段落了 我覺得商品有讓我覺得非常棒的 但也有讓我覺得有點小失望的 最讓我感到失望的產品 我覺得應該是歐菲香 加了粉又加了醬 但實際上吃下來之後呢 幾乎是沒有感覺到有抹茶跟沛茶的香氣 但是呢這個蜜香抹茶波提 還有抹茶生波提呢 就讓我非常的驚豔 一開始沒有對他們抱很大的期望 因為它就是在這個抹茶波提上面呢 弄了一些糖啊 顏色上沒有這麼的漂亮 結果實際上吃下去呢 沒想到抹茶的香氣這麼的濃郁 那再來就是這個生抹茶波提 因為我很少吃這種生波提 所以第一次吃到的時候 欸?那我覺得還蠻意外的 它是所有裡面我個人認為抹茶香氣最濃郁的 OK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拜託推薦我來一些可以開箱的東西吧 最近呢想要拍一些這種 特別奇怪的美食企劃 所以如果你有知道一些 哇那個組合超級奇怪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想要去拍 好啦那就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